变成说如果三米辅他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他这个条件criteria里面 他并不支援说多个条件 只能一次放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假设说有要 这个范围里面要找出的是 好几个不同的条件 像宜兰、苗栗 甚至还有其他县市的话 那变成说你要的解决方案 也许就是中间在串一个家 但如果你条件非常多 你就一直串 那公式会非常冗长 OK 那如果说在VBA该怎么做 会不会比较简单一些 首先第一个 一样我们把刚刚的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把这个公式delete掉 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是进到Visual Basic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专案的名称011 所以特别之后 请你在这边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的话 程式转 转写我建议 有些东西其实逻辑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拿刚刚的程式 这一段来复制干脆 直接贴到这边来改算了 那改的部分的话 大概有几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 这个名称不要一样 所以名称 我们刚刚就拿这个来当他的sub名称 所以这个sub名称的话要叫这样 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 OK 小瓜糊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做法都差不多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把它delete掉了 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所以他刚刚是第二列到第四 这边这二到十 要不要改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哪里不 这个地方 他要苗栗 或者是宜兰 所以其实 在那个什么 VBA里面 其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两个条件的话 是可以把它写在一起 那写的方法 蛮简单的 第一个 一样 前面两个字的话 所以这个公式跟刚刚的一模一样 前两个字 但是后面这个把它改成苗栗 那只是说宜兰怎么加上去 比较重要的关键苗栗 苗栗 那再来的话 不用加型号 他因为已经是laps了 所以前两个字 那后面如果还有宜兰的话 请你按空白键 加上偶尔 或者的意思 或宜兰 那宜兰怎么叙述啊 其实很简单 拿这个 这一串有没有 复制过来 到哪里 到这里 然后这边改成宜兰就可以了 宜兰 那如果你还有第三个条件的话 没关系 你就继续偶尔 串在后面 继续偶尔下去都可以 也就是说 在VBA里面 其实是支援多个条件 但是去述方法 是变成要加到 一个偶尔加在中间 然后后面 再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OK 一样去把储存格的前两个字拿来比对 是不是宜兰 不过之前就有同学问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不错 只是说 他说老师这个地方 神是有重复的 这边重复了 这边也重复了 只是后面不一样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 写这样子就好了 OK 各位各位讲 这样写 是不符合规则的 所以 当然你的想法是没有错 只是说 城市有城市的规则 所以你们如果 不想要写城市写错的话 就是要遵循规则就对了 OK 跟各位讲 这样写 一定是出错 为什么 因为他主要是 他一定要抓一个东西跟这个比 或者是抓一个东西跟这个比 那前面没有东西 除了增加一个宜兰 那没有东西可以跟他比 所以这样子 就会失败了 OK 所以目前当然 以标准的写法来说 是不行的 OK 至于说会不会以后 VBA有没有语法可以简化 如果有可以简化 当然就另当别论 有那个规则就是可以的 那如果没有那个规则 请不要自己想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毕竟如果你不想要城市写错的话 因为其实城市是这样 对了就可以执行 错了那个地方就卡住 就这样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城市执行失败 所以千万还是走比较安全的做法 这样的话以后写城市也会蛮愉快的 所以其实只要把城市写正确就OK了 所以我的习惯后来刚开始学城市也会跟各位一样 想说有没有什么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想 后来发现这都会徒增自己的麻烦 最后我都慢慢走安全路线 什么安全路线 尽量就不要想一些做不到的 OK 但你可以试是没错的 只是说如果你要城市正确被执行 那你就写遵循它的规范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每个地方都是按照它的规范去写的 自然而然就没有错了 所以主要是这个地方改了 有没有两个条件 然后加总的范围现在在B 所以把这个地方把C改成B OK 输出的位置本来在E2 它现在在D2 所以把这边E改成D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最重要的其实只有改这个地方 其他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改 这个看就知道了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位置看这边也就知道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我在写城市 还有个习惯 就是会把VBA 放在那个什么 就是看得到Excel 也看得到VBA城市的一个角落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写 你就会很直接就知道该怎么写 也就是说你看着 你就是照上面的需求 去把你的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那RUN就OK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还蛮习惯这样 因为看到就照着这样写 有点像把一个逻辑转成VBA 那这件事情基本上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慢慢养成好习惯 我只是做一个经验分享 因为我写这个VBA 认识他应该也差不多30年了 OK 所以应该你们会遇到问题 我应该也都遇到过了 OK 未来你们也会遇到问题 我应该也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就照这样的方式 程式说真的 他真的很广 而且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但问题就是 你永远学不完 所以与其这样倒不如我是建议 你就学最重要的那部分 另外的话你就拿最安全的 所以有些我云端上有些泛本 你也许先拿来 先用吧 拿来改也没关系吧 OK 反正不要写错就好了 尽量还是避免挫折感 OK 千万不要自己一想天开一直改 然后在那边 就是有点像鬼打墙一样 一直走不出来 我是觉得不必要 尽量还是走安全路线 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有点像填控体 填控完之后的话 执勤看看 一样是42 当然你也可以再变化一下 这里面有 这个是人数 那如果我要比数的话 比如宜兰和苗栗 苗栗和宜兰的数量或比数 比如说 有没有像刚刚那个康宜 这个你用康宜吧 我们可以 其实用比数我觉得 或者数量也可以比 其实比的比数有没有 比数不是人数是几个 这边有几个是宜兰和苗栗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拿刚刚的方法 其实甚至你可以拿这个来copy 然后改的部分的话就是什么 这边把它改一下比数 那其实只要小改一下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1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输出的话就把它输出到1 有没有 好处是说你就不需要一直动眼力 我建议如果你每天都要一直动眼力 那些部分 请特别注意 请你用VBA来代表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说真的 因为一直在用眼睛盯的一些资料看 其实是很很辛苦 而且很伤眼睛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为了避免说你来保护眼睛的话 我是建议你干脆不如动动脑 想想看 尽量不要用图法链钢的方式来完成 试试看 就刚刚主要用VBA如何计算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 跟它的比数